新冠肺炎疫情重創香港旅遊業 特區政府早前推出防疫抗疫基金支援計畫 隨後香港警方接獲舉報 並展開代號《鼓浪行動》 經調查發現 7間小型旅行社與虛假資料誇大員工數目 以圖詐騙防疫抗疫基金284萬元港幣 萬載警區重案組展開深入調查後 在11月至12月期間 以涉嫌串謀詐騙罪拘捕62人 在這個行動期間 我們以串謀詐騙的罪名 一共是拘捕了62個人 當中包括涉案的一些公司董事 以及懷疑虛報受聘的一些員工 當中這些62個人當中有30個是男子 32位是女子 年齡是介乎19至62歲 拘捕了之後我們了解 包括有學生 家庭主婦 模擬的人等等 都有參與在這個串謀詐騙中 特區政府在2020年4月中 通過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其中針對本地旅遊業的代理商及從業人員提供支援 包括考慮旅行車大小及員工數目等因素 對其進行發放2萬至20萬港元不等的津貼 至今累積資助額 逾1億5千萬港元 最高峰的機能 我們繼續進行